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水大局 仅能支撑一个城市上千年兴盛不衰 甚至被称为是中原龙首 相传八条水龙汇聚在此 一跃形成了中国最顶级的风水格局 本期视频就带你揭秘西安风水大局背后的故事 作为我国建立都城最多的城市之一 西安见证了许多王朝的兴衰 但他为何却独受帝王们的青睐 要知道每个朝代建立都城之前 这帝王们都会让风水大师选一处宝地 而西安自然也不例外 其中风水学作为艺学中的精髓 它的世界观主要来源于对世间万物的勘察 其核心便是天人合一 也就是说风水学主要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相传风水学刚出现时 大家都称这种算法为勘域 而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国普的藏经当中 这书中记载 弃成风则散 戒水则止 古人拒之始不散 行之始有止 故为之风水也 也就是说风水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气场的影响共生 那么西安的风水格局究竟如何呢 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 是八百里秦川的核心部位 它北陵卫河 南靠秦陵 三面黄山 在古市便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国三大干龙之一的中干龙关中龙脉 就是从西安经过 在古人的眼中关中龙脉是龙脉之首 这秦岭又是关中龙脉的主干 所以西安绝对称得上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 那么作为群龙之首的秦岭 在风水学中又有何意义呢 首先秦岭与淮河结合 构成了秦淮一线 至此成为我国南北气候的风鸽县 不仅如此 这秦岭也是黄河与长江两条水龙的风水岭 也可以说秦岭是我国广茂山河中的中轴县 此外 西安周边还有九山八水 其中八水形成了八水绕长安 构成了西安顶级的风水大局 这八条水脉分别是 淤河 浩河 产河 霸河 魏河 静河 丰河 和涼河 最令人惊奇的是 这八条河无一例外都是有情水 无时不刻的在溥玉的长安城 原案不断的为长安去输送灵气 这八条河流还将关中平原地区 划分成了高原和丘陵 就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白鹿园 龙首园等等 也就是出自这八条河流之首 九山八水藏风俱七 将周围的所有灵气都汇集到西安 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加持下 西安的龙气被称为中原龙首 所以秦岭也被称为天下之旗 九山八水的至上风水格局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更是让历代帝王对建筑西安情有独钟 难道西安的风水大局 靠的真是九山八水的加持吗 有人说西安古城的建立 无不彰显着建筑风水学的智慧 而之所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 最不缺的就是古代宫殿 隋朝时期 宇文凯曾根据周易中的潜挂理论 修建了大兴城 那么宇文凯为何要将周易去运用到建筑界呢 在一经当中乾坤两挂指的是阴阳两极 其中乾指的是天 隐含着开拓的寓意 古人认为紫围星位于北天中央 又被重星环绕 正是天地诸所 而帝王就是人间的君王 是人间的紫围星 那他的居所自然也要对应紫围星的位置 所以大兴城的太极宫 就位于长安城北部的中心位置 但实际上这里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此处夏天潮时闷热 蚊虫众多 于是九人认为 隋朝之所以是一个短命的朝代 或许就和他的宫殿地势有一些关系 而与之对应的唐朝时期 李世民的大明宫 就建立在地势相对较高的西安北部地区 从风水学上来看 西安北部地区正是九五之地 在周易中将九五视为至尊 我们看大明宫的布局 整体从上至下平行排列 宫城对应的紫围星的地方为天中 百官雅鼠象征着围绕北城的紫围园 外围则是朝北环绕的群星 大明宫共有九座城门 官员上朝时会从丹凤盟进宫 之后进入一个巨大的广场 这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明宫主殿 海源殿 海源殿修建的宏伟壮丽 可以说是我古代建筑中最雄伟的建筑之一 除此之外 唐朝时期人们还十分重视水龙脉 当时的长安城内有许多的水区 这些水区不仅确保了城内用水的需求 还在交通上为城内提供了便利 成为水运的绝佳途径 当然唐朝对于水迈的重视 并不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 其实我国祖先早就认识到水的重要性 有些人甚至还将水视为是城市的命脉 巴水绕长安的顶级风水格局 一手缔造了西安古城的辉煌盛事 但为何会在后来出现颓势呢 难道真会是它的风水布局出了问题吗 我们都知道秦岭和钟南山 自古都是帝王天爱的风水宝地 但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凝聚灵气的地方 就比如当山脉遇到水迈之时 这地下就会生出灵气 灵气聚为一团 使该地称为风水宝地 再比如山环水豹之地 天地之气会聚集在一起 而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自然气候绝佳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变化现已 而土壤也有各种颜色 其中红色黄色为大吉 青黄色烧刺 灰黑灰白则是大胸 我们都知道天下龙脉出自昆仑 而西安又在三大龙脉的中龙脉之上 所以当他从钟南山奔腾而来之后 直奔魏河 龙尾最终停在钟南山 而龙手停在龙手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钟龙脉所经过的这片区域内 树木丛生万物有灵 再看钟龙脉的主干山秦岭 秦岭位于西安的南侧 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南山中南山 秦岭远离世俗之地 还是许多修仙之人首选的修行之地 也曾是无数教派的发源地 但是自唐朝覆灭之后 长安城却再也没有受过军王们的重视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长安的巴水受到了破坏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的爆发 而对巴水伤害最大的 还要属唐玄宗时期的安氏之乱 当时的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城之后发现 巴水绕长安的格局早就被严重破坏 再也恢复不到往昔的盛景 在风水学中 山是龙脉的士 水就是龙脉的血 所以对一块风水宝地来说 山水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即便我们不谈风水 从现实中来看 一座城市没山没水 那么便没有可供发展的依靠 而对于长安城来说 巴水的作用是凝聚天地灵气 当巴水绕长安被破坏之后 长安的气运又自然开始崩溃 可以说长安的兴衰和巴水的格局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正因为有山有水 才造就了长安城天人合一的格局 这当然不是无极之谈 公元904年 后梁太祖朱恩火烧长安城 唐朝宗无奈迁都洛阳 自此长安城一蹶不振 直到静太时期 巴水才慢慢地恢复了气势 然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西安也一定会再次焕发生机 重现历史的辉煌 好了 关于本期内容 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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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